幸福好时光 今天呢 我也访问到了这一位 我大概昨天吧 星期天的时候 我看了他的书 我看了竟然会笑 这本书呢 是大士文化出的 做自己还是做直升机 直就是职场的直 而且他的副标很有道理 人人羡慕的工作金饭碗 永远附赠南宴的隔夜菜 我觉得这句话的确是金句 好那我们这一位呢 在职场很多年 现在呢 是一个行销人 二十多年 然后现在呢 就是除了写书 就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还在念书 对在那个台北艺术大学 文学跨域创作所 是然后呢 他也曾经被公司派到 因为P&G是很大公司 讲出来没关系 因为里面都写了 然后也历经过 很多的跨国公司 被外派到香港啊 或者是大陆啊 也很多年 到底有几年 我去香港广州两年 然后后来我自己去上海七年 这其实是大公司 就跨国公司的必经过程 对不对 其实是 对就一个职位 大概不管你做的再好 两年差不多了 对就该换个岗位 然后外派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加分的经验 是 好那目前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 有三个孩子 对三子 三子一夫 没有女是不是 有就是大儿子 中间是女儿小儿子 所以是男女 我现在最羡慕的人就是老生 你知道 老生 真产报国 好台大经济系的学妹 是吧 学姐好 好那么来 我们来先来念这句话 好我来念 先把我们先把原则揭示清楚 这是其实这个女性求职 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她就像很多 就是台大商学院的 这个成绩优秀的朋友一样 她一刚开始看见的是跨国公司 对不对 好不容易进去了 人生的历练与修罗场就开始了 是 来你的原则 我的原则 我念一下我的职场机位有限的 快速预定指南好了 在菜鸟时期呢 其实第二个就是 别人不做我来做 尘埃也能开出花来 然后面对前辈刁难 默念有一天我会长大 而你会老 然后菜鸟被骂是正常 把握此时犯不了大错 还能学到东西 那最后一个就是 如果遇到不得不解决的麻烦 那就面对她处理她 并且找寻由父转正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你这些话 都是句句恳切 其实通常真理大家都听不下去 你知道吗 对 就一刚开始啊 其实总结我后来发现 就是说你要在职场生存 只要那公司不是你开 就算公司是你开一样 其实原则都相同 叫做你要耐命 要认命 对 要耐操 你要当打不死的蟑螂 然后你也不能只当蟑螂 对 因为你必须要提升自己的 那个1.0 2.0 3.0 没错没错 蟑螂也有黄金版本 有黄金盔甲的蟑螂 是 好那我们就来讲 因为里面这个就讲了很多 职场贵人也可能是冤家 对 职场的冤家也可能是 贵人 对不对 先讲你的求职故事吧 一开始怎么样进入大的跨国公司 我们就讲震撼教育的 还有你的体会就可以了 好的 那时候我毕业后面试第一家公司 就是刚刚说到的宝桥 那宝桥这家公司是 凡是行销人都想要进的一家大公司 那他的面试的场合 非常非常的恐怖 因为你可以看到面试的外面 大概那时候啊 2000 2002年 对 那时候大概所有的人就在门外面排排站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最大头的总经理 那他有点像是那个川普的那个 谁是接班人的那种感觉 每个人进去只有10分钟的时间 10分钟他就会告诉你是in还是out 就他直接是用删去法 直接在门口 这样 对 他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这关过了没 因为他是screener 你知道吗 抗压力真的要很高 要而且是一个新鲜人 你万一没有那种还没有需要被刷掉就算了 你要是没有这种打算的话 哇你刚刚也是就是去就要看心理医生了 对真的要抱着事实无归的精神 但是当然进去是不知道 那他那时候就问了我一个陷阱题 他说你是念行销经营管理的 那我觉得你的市场研究能力其实可能也蛮好 那如果保侨今天有市场行销部以及市场研究部同时想要聘请你 你愿意吗 同时 同时 他说有两个岗位 同时你愿意吗 那你有回问他吗 还是不行 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有点毛毛的 然后我觉得我的天线还蛮机灵的 我就说我非市场行销部不尽 因为我对行销有莫大的热情 就还好是这个关键的问题我回答到对的问题 那怎么样叫答错 答错就是我都可以 因为他在screening的过程是在看说你对你所应征的这个部门 有没有抱着百分之百的热情 那假设这家公司的什么部门你都可以的话 那表示你可能都不会尽力 对你只是想要来我们这里找一个工作 对你只是想要来保侨蹲一下 好那这可以给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参考 你不能说都可以 对一定要对你应征的那个职位 抱着视死如归的热情 那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 其实菜鸟刚开始就是要融入很困难 对融入就是说因为当你进去的时候 每个人都比你资深 就是全公司最菜的一只鸟 那你会常常发现其实老鸟在做什么 你也只能从旁边观察 他们有很多的互动你也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做到的是一个 绕着圆桌四个角落的cubicle 就是每个人就面对自己的角落 幸福好时光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郭爱珊 他那个他被发现的那个FB部落格是不是 对部落格 很长 你是很早就开始写部落格 我很早就开始写部落格 开始写我的废财人生 就是当我从职场退下来不工作之后 我在家做什么 是 那结果这本书呢是完全写的是他的职场的生涯 对这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 其实我是拿着我的部落格的文章去投各个出版社的 就没有人要出一个废财主妇的书 但是出版社如果看到我的经历的话 他想要知道说你为什么会愿意从职场上面退下来 你职场发生什么故事 所以我才转来写这本之前我发生的故事的书 其实这是险学啊 就是说现在就是在职场教人家 你自己的经历教别人怎么样生活 如果你真的要写在祖父 大概祖父如果真的要当废财你也不用教 真的 人家就有他的生存能力 我想说祖父界应该超级小咖的 没有得交 好那刚刚讲到四个圆桌 对四个圆桌那个有一个规律 就是大家呢在聊天的时候 就会从自己的角落里面转到圆桌聊天 那等到聊完之后呢 再转到自己的角落里面继续打键盘 那那个转回来跟转过去的那个tempo 我每次都找不到时间切入 常常就是当我转过来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转回去工作了 其实你这个很好写 好像一个那个舞台剧哦 很像舞台剧 你可以写个菜鸟舞台剧 我觉得这一幕就很精彩 一个很凄凉的菜鸟是我的空桌 然后灯光这样打下来 所以那时候真是拼了命 想要打入老鸟圈 那最后就靠着一个音乐机会 因为老鸟的出头都很多嘛 所以他们可能在外面有面试啊 或者是有人约要喝咖啡啊 那刚好有个老鸟不在位置上的时候 老板来找 然后我就挺身而出的去挡箭牌 当个挡箭牌 我跟老板说 我有问题要问你 我来聊一聊 那老板因为那时候 他对新人是有点担忧的 因为他的绰号叫做新人杀手 在他手下新人没有活过三个月以上 而且你还在试用期 我还那时候还在试用期 你就想要打入人家的圆桌 对对对 那他也很怕HR在complain他 所以他就说 他有什么问题来来来来 跟我我跟你出戏长谈 就这么一谈 我就挡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那当我出来的时候 那个可能出去面试的一哥 就你知道翘着腿问我说 哎怎么样小妹 这么小就会摸鱼啊 不在位置上 我就很客气的说 哎某某哥不好意思 老板刚刚找你 那我说你可能跟业务部去开会 所以你不在 那他当然一直就知道说 我其实第一个 我清楚他是出去 有出头去谈工作 然后第二个 我帮他挡了老板一箭这样子 那他从此之后呢 他就把我纳入他的信任圈 那纳入信任圈的好处就是 老鸟常常会传授你一些 应付老板的招数啊 然后每一个老板 他的习气是怎么样 你怎么样去跟他应对进退啊 所以到最后在老鸟身上学到东西 可能还会比在老板身上学到东西还要多 这是一定的嘛 有时候那实习三个月 真的看到老板也没几次 连你奥持你都不知道说我是怎么了 对不对 可是后来我看到有个地方就笑了 就是你其实很急着在看说 这三个转过去在圆桌谈论什么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说 如果你那时候也很不适项的 脸皮很厚 其实脸皮以后无难事啦 也一转这样再转过去 看他们还会不会有一点恶然 他们可能会呆住 然后转话题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当你是老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也不知道要来多久 我为什么要这样 装熟 对 可是你说你为了要想要转过去 为了想要讨好这些老鸟们啊 你都会自动问他们说 现在要不要我去帮你们买下午茶 你要倒水 也不用倒倒水啦 大概三点多说 有没有人要喝小蝎 那时候小蝎还蛮红的 有没有人要喝小蝎啊 然后是中午的时候有发便当 就说我要拿便当啊 有没有人要拿啊 反正就是多问一嘴 有没有人需要什么东西 其实你这蛮可爱的啊 蛮可爱 有没有 你后来如果是老鸟 你就会觉得这种菜鸟很可爱 因为后来菜鸟其实应该 我觉得很少 越来越不可爱 对对对 就是虽然职位很低 但是就是骄傲的是什么一样 对也没办法使唤 那可能觉得我比较贴心一点 是 可是后来你就被 终于被录取了 对 那一刻应该很高兴 而也看着一些 跟你一起进来实习 本来也很优秀的 say bye bye出去的 say bye bye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有点惶恐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海归 就是海归的MBA 就是宝桥的 他进去的门槛是 一定要硕士以上 那像我这样子一个叫做 土硕嘛 本土硕士生 对你叫土硕 我们这都土硕 土硕 对然后土硕进去有一个难处 就是里面的人英文都是下下脚 是是 然后英文 无论如何 你没有被实际操练过英文吗 对 你考都好都一样 在拖译考个九百多分 但是你不会讲 是是 然后所以我连录个电话录音 那时候是电话录音的理念带 就说 I this is Elsa 你不能reach我 leave a message 这样这么简短的话 我录了大概有五十几遍 而且要趁没有人在位置上 是我躲起来录 对对 怕人家听到 怕人家笑 因为人家英文都好 对不对 英文好日文好 甚至第三个外语的都有 是 好 那后来就是 其实我觉得你蛮会突破僵局的 对 突破僵局 而且你会寻找贵人 对对对 其实说真的这一招 如果在你的同事来看 心机应该蛮深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心机这种东西 越是善良的人越要有 就是不能说 我善良 所以我没心机 我完全同意 有的人心机是用来坏人 但是我们的心机其实是要用来就是说 怎么讲 察言观色跟保护你自己 没错 我都这么菜了 我还没有一点点保护自己的这种心机 就被踩死了 那我真的就是死在沙滩上 不用再赶了 对那所以 其实我很多的找到贵人的方法 我都是请教老鸟 其实老鸟 尤其是离开公司的老鸟 它真的是敞开了的坛 它会告诉你各种可以进攻的angle在哪里 那你就会找到很多的突破点 这个前提叫离开公司的老鸟 这就跟离开政坛的人一样 他就会都告诉你了 没有包袱 知无不言言无不禁 是的 然后呢 然后我几次碰到瓶颈 我都是去请教一个 我教到J姐在我的书里面 那她离开公司之后 她当然到别的公司去有别的发展 那J姐的好处是 她在这家公司是超级老鸟 等于说她跟我的老板都是同一时期进去的 但是因为她可能升迁的机遇 没有我的老板好 所以她就立谋高就 那因为她在公司待的 你怎么认识的 这一切就是 我进去的时候她就是老鸟啊 她先走了 走了之后就搭就好朋友了 对先毕业 所以她很知道很多老板的历史啊 知道老板历史之后 就知道老板的Mega 她就会教我一些怎么应对进退 然后突破僵局的方法 然后后来还有 其实我觉得你这招很不错 就是因为没有人要教你 你不会有人主动来教你 那你就自己去寻求导师啊 是因为PMG有一个 这也是个求学过程 有一个导师制度 在以前那个中国好声音还没有出来之前 PMG已经有导师制度 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了德国的总监 他是负责大中华区的OLE这个品牌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时候 你在职场上你要自己找导师 我觉得你这件事做的挺好 而且我后来发现就是说 怎么讲你找这个导师 你的朋友 你的旁边的同级或你的长官一定不太高兴 可是这就是公司的制度啊 对啊我并没有越级的去 我没有见越 我也没有越级报告 你没有挑战行政规则 对我并不是说我跳过老板直接向他汇报 我是向他请教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每个大公司都乐观其成 你找了谁 我找了老板的老板 其实我一直觉得 Anyway这个老板会很在意的 心里会卡卡的 对但是同时间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把我刁难到一种地步了 我在书里有写 我觉得我每天都是懵起 我说我每天起来就想辞职 我觉得真的是司马大火马蜜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什么叫刁难 因为刁难跟训练 它常常是一个混译词 我知道 什么叫刁难 随便举个例子 反正我没有在说人家坏话 好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我是天秤座 我心理上觉得刁难就是标准不一 就是同样的事情呢 我同队有一个叫做小弟弟 我叫他弟弟 那小弟弟做错了 那妈妈就会 他是有点像我们的妈妈的概念 就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傻 好傻好天真啊 下次再做对就好了 和颜悦色的 那到了我这个矇期的时候 我如果做错事情 好傻啊 太天真 其实只是语调不一样而已啊 语调不一样 但是在我的心里就会觉得 哎同样都是妈妈养的 人生父母养的也是同一个老板 但是做错事情的限度 跟受到的责难是不一样的 你就很像长姐嘛 她只是妖帝 长姐跟妖帝的关系 长姐有时候就是不受宠 没错 那这种精神上面 我觉得不公平的东西 对我来讲是比较难过的去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天秤座 我天秤座真的难相处就是在于 她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她心里就是过不去 不好意思 天蝎座也一样 也是吗 所以你可以了解 可能真的没什么 但我们心里上就受不了 可是我觉得你这招蛮狠的 就是当你可以找导师 也没有规定是谁的话 你就直接写给老板的老板的那位德国人 而且本来 其实我跟你讲不会怕拒绝 就脸皮以后真无乃事 你也可能被拒绝啊 那也无所谓啊 因为他很忙啊 对不对 而且老实说中间跳过一个人 他也会那个 没想到这德国人竟然一口答应 他一口答应了 然后我的老板呢 但他那时候 我老板不知道这回事 是有一次年度汇报过后 因为他的表现真的很差 然后他可能有点想要把气发在我身上 你们的表现很差 就表示这个品牌没有做起来 对品牌没有密到业绩的 生意不好 然后他的报告也就是哩哩喇喇喇那个样子 那所以就是一下就被赶出来了嘛 那要回程的飞机上 之前德国老板就突然把我叫住了 这是在香港是吧 对在香港的时候 把我叫住了 然后说我跟Elsa one on one 15分钟就好 不耽误你们打开飞机的时间 但是我主管我一定看到他说 这两个人是怎么轻轻的 对 他那时候盯着我的背影 我觉得背影快要烧起来了 他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刚刚那个先生问你什么问题 忍了很久才问对不对 忍了很久 可以感觉到他那种要问不问的那种感觉 那我老实回答 我说他觉得我们业绩不好 对我多加油 然后我也跟 那为什么不是对我加油 我也趁机跟那个先生说 其实这个女士 F女士对我的coaching是很到位的 那他也常常对我的工作表现 还有工作的方式多所指导 那他也常常把教导下属的任务 放在我的身上 那其实我这些讲都是很婉转 当然就是先告诉你说 你不用担心 我有在门的大老板讲好话 你们那个是小天使小主人游戏吗 也就是你找谁当导师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你可以让大家知道也可以不要 对那当然是先不要 对 那我的这个F女士从此之后就知道说 我跟这个老板有connection 那他在态度上对我就 就不是到和缓 就是说直接把我忍动 很多事情就干脆不跟我讲 是不是 对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心机神了 对 这个人可能有后台 而且你会 你的导师是他老板 对啊 他不见得会欺负我 但是他可能会忍动我 但是我也获得一阵子的心灵上的平静 我觉得我蛮平静的 是 那最后升迁 那也是靠我个人的表现 我个人表现到了公司的位置 我自然就升上去了 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评级了 你是把这个品牌就是 本来你应该算是复理嘛 对不对 是你把用了某个行销活动 把这个品牌反败为生 这个行销活动我还记得 你还记得吗 屈臣是看到的时候 很大胆嘛 对 我觉得说蛮大胆的 人家买就不用招 对 然后我就回头想想说 我到底有没有欧累的那个空瓶啊 哎呀丢掉了好可惜啊 你就吃定我们都丢掉了 是不是 对 那时候 这个我们先把行销活动讲一下 我觉得还蛮有 其实他也是一个好创意还是超来的 是是是是 是泰国的欧累的做过的campaign 那泰国欧累是拿所有的保养品空瓶 不限欧累 你就可以来换一个正品 那那时候我们操作的手法也是 我们是拿任何专柜保养品的空瓶 等于说你可能拿一个SK2的空瓶 或蓝控的空瓶 你来试试看欧累 那试完之后我们给你一个问卷 看你的满意度 那我们要的是那个满意度调查的结果 就是连专柜保养品的使用者 都觉得98%以上的人是满意的 那对一个开架保养品来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诉求 而且我一定会填满意 因为我是换来的 但是因为我用这个诉求去打上广告的时候 一个SK2一罐那时候也要两三千 然后一罐OLED多元秀库算五六百块 那那CP值就起来了 对 所以后来业绩就翻得很好 然后你就升品牌经理了 升的那天的感觉怎么样 要离开后娘 自己成家 而且跟后娘平起平 做房子一样大 天啊我想说我的房间 现在是跟后娘一样大嘛 我先看一下我房间的格局 然后我觉得当时候有一种扬眉吐气感 对但是那也只是一天的事情 因为在外商公司它不会让你爽太久 你当上老板之后你就有老板的业绩要背 所以你第一天可能觉得很爽 啊我升官了 升官加薪 然后请客 第二天开始这个品牌业绩 大家就是指着你 幸福好时光 好 这个Elsa这本书 它是郭爱珊 它让我想起很多这个年轻时候的事情 做自己还是做直升机 故事写的很精彩 文笔很好 那么来谈一下就说后来你就当了品牌经理 然后就是欧雷的吗 欧雷的 就是以战功然后容认经理 当了将军之后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面临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自己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自己觉得我很优秀 我要好好的教育我的下属 你看看其实你以前所有的主观也是这个心情而已 不能怪人家 所以每个新官性格不一样 那我的大头症可能特别大 所以我对我下面有一个很优秀的 从别的部门转过来的小女生 非常严格 那他动作比较慢 他的思路比较清晰 所以讲话速度会比较谨慎一点 那我就会很不满意 我就常常把他叫来这个review 那个review 那个project看一下 那终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我们私下聊一聊 那时候我以为他的想法是申请调回原来的部门 想不到他拿出一张伯克莱的入学推荐通知单 就是他在天天被我叼 然后天天被我骂的这段时间 他不知不觉的去考了一个at 考了一个re 然后申请到了伯克莱的入学资格 人家家里也要有底才行 也是我都没有打探清楚 我就是公公的把他叫来骂这样子 其实你是爱他对不对 可是他在他而言并不是 他会觉得很痛苦 对那他还希望我帮他写推荐信 我还真的帮他写了 我觉得这已经给面子了 我觉得当时写我有点吓到 我想说我什么何德何能会帮一个伯克莱的MBA写 recommendation letter 那我还是写了 那他现在也很优秀 他在美国当一个机器经理人 然后他也在管一些创业啊 还有投资有关的人的网站 然后我还是联友 所以还是朋友就对 其实我后来有时候觉得 到底当一个老师或者是当一个主管 你要不要放水 事实上我们从来 我也当过蛮久的上班族 但我大部分都是在报社 我其实后来仔细回想起来 不管我的顶头上师 就是品性自己多恶劣 这报社常有的事嘛 对不对 然后但如果他对我有要求 我后来会知道 我在那段日子有成长 那如果你一直放水 也就是没有看见你的表现 然后也没有对你有要求 其实我后来反而觉得 这种好好先生并不是你人生的贵人 没错你迷迷糊糊就这样过去了 那你这段写的非常有趣 这个多年后啊 来你自己念一下 我们把故事接起来 当我回忆这件往事 而心生愧疚总会自我安慰 虽然曾经是个企业高章的难搞主管 但熬得过我这关的人 自然能好好的工作下去 就算是熬不下去的人 也会有充足的动力 寻找更精彩的出路 你看受不了主管 干脆去读博客来 这不是很精彩的神转折吗 往后待人时 我也时常警惕自己 倒不是说 不要对部署太严格 以免又有人去读剑桥博士 或拿麻省理工学院奖学金 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跟长处 身为好的主管要先观察 再决定是才是性的方法 一个团队要能发挥最大的功能 尊重多元尊重专业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我觉得他那时候立谋出路是对的 因为我看过很多的研究人才 他未必适合做行销 所以他在那里他比较慢 而且他吃力 而且他也不是一只嘴猴绿绿的那种人 他其实有底的 是 好 那其实在外商公司有一个问题 你这里写得很清楚 也就是这些年来外商公司 不是像以前那种百年不变一样 他其实会遇到这个并购啊 emerge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情形 而其实以这个你以前待的公司而言 大概过两三年 你一定要被变动一次 没错 刚好就又遇到大陆市场的蓬勃 你是二话不说就这样一纸命令 就是被调走了吗 是 我那时候在我的就业希望表上面 就填了一个 除了台湾其他市场也有兴趣 填过后第二个月马上就广州 就出了一个缺 所以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不好意思 填那个表填说都有兴趣 那是不是你被调到外面 还有升职还有什么 有的没的 就是他意味着某种高升 有吗 其实是一种高升 就是他是外派就是升级的感觉 因为到外面的位置都会比本土的位置稍微高一阶 所以其实也是好事 等于就是说你也是搭了本来是普通车 现在变成了快速列车 但问题你要应付的环境就是变动比较大 对广州那个时候还在百叶带新的时候 各种的建设 所以空气污染是比现在要严重非常多 这是几年 08年 2008年的广州 大概每两年 08年到现在 我每两年大概都因为事情去一次广州台生意 我每次看到的广州都是一个不同的城市 可不可怕 他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进步 其实现在你去你不会觉得他很脏乱 或是他空气污染严重 现在是一个很干净 然后很多绿树的城市 但是08年的广州不是这个样子 对广州跟深圳大概都一样 那个真的 以前深圳那个关外 所谓关外 还有抢匪呢 我老公都叫我要小心 因为他那时候在深圳工作 但是你要知道有抢匪的时候 那个他们最好的房子叫万科城 一坪多少钱 6000块而已 人民币 你知道现在多少吗 啥班 10万人民币差不多 万科是大集团啊 是啊 万科地产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就知道中间转变了有多少 可是你那时候做的决议 让我觉得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决定带我的那时候的大儿子 只有一个小孩 以及我的妈妈一起去 但是我住在香港 然后通勤去广州上班 这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 回四个小时 去两个小时 回来两个小时 那是有搭到直通车的状况 假设没有的话 假设要换车的话 那是两个半小时以上 我刚刚有问那个 那个国爱山说 请问你带你妈去 你确定是在帮忙吗 还是你多照顾了一个孩子 因为你妈妈可能也不懂英文 也不懂广东话 生活能力也许也不是真的很强 台语很流畅 那怎么办呢 他只是在那儿帮你雇一个幼儿 那难道幼儿不能放台湾给他雇 你一个人就去广州拼命就好了呀 我那时候想法觉得小孩就要跟着妈妈 我觉得小孩必须需要我 然后我也有一个梦想是 我每天都可以回家陪他 我都可以讲故事给他听 不太可能吧 后来知道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他不能住广州 当时就是空污很严重 那我那时候就一开始真的是 每天六点一到 我就是开始去赶火车 赶到香港的家里面八点半 他刚好要上床了 我就念故事书陪他睡觉 等到他睡完之后 我再开始处理我的工作 然后隔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来赶六点的火车 但是有没有照镜子 发现自己老很多 我觉得老很多就算了 瘦很多 我一直在买新衣服 牛仔裤从29282726的往下买 我们这故事讲了一半 这是大事文化 做自己还是做直升机 那下一半的故事 你下次再来讲好不好 好啊 谢谢淡如雪 谢谢你 谢谢